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大家好 上来一节课呢 我先带大家介绍了 BrowP的控制器 以及试图的写法 那这节课呢 咱们来看一下 MVC模式的模型的操作方式 来 我们先画一个图 在MVC模式呢 将一个软件 划分成三部分 或者是将一个模块 划分成三部分 分别是 控制器 咱们就所说的C层 还有仕图所说的V层 以及模型 所说的M层 咱们前面呢 如果用Smarty的话 很容易将程序分成两层 就是前端和PWP程序 那咱们现在呢 要将PWP程序再分成两层 分成控制器和模型 再去划分 那控制器呢 咱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主要就是写软件的一个流程 就是把工作流转化成咱们代码的程序来完成工作流 比如说 你去到商店买一瓶水 那你需要几步 那第一步下楼 第二步 掏钱 第三步买瓶水 第四步把水拿过来 就四步 那四步呢 这里边就是一个流程 你用四条代码来完成就可以了 但是呢 有的时候 这个每个步骤 比如说掏钱 需要五条代码来完成的 如果你把五条代码都写在控制器层的话 那有可能别人读这个业务流的时候就比较繁琐 所以可以把这五条代码移植到模型里边去 保证这里边的步骤的清晰 这就是控制器层 那模型呢 就是对流程的具体的处理 比如说这个掏钱的过程是五条代码来完成的 把五条代码移植到这里边 专门处理这一个步骤 在控制器里一个步骤的五条代码 放在这里边去写 当然了 上几课呢 咱们已经介绍过 由于一些 比如说偷懒的原因 那把这五步也写到这里边 这是没关系的 因为呢 MVC呢 是一种设计模式 也就是参考的一种模式 那并不是说基本的预法规定 所以呢 你写到哪层是无所谓的 但是呢 如果你拆成两条 两层的话 那代码会更加清晰 如果放到一层的话 那可以说 比较逻辑 就感觉比较复杂 另外呢 有一些模型的东西 都是被公用的 比如说掏钱这个动作 是五条代码的 那任何时候 买任何商品掏钱 那有可能都用到 这五条代码 就可以公用 而在放在控制器中的 你是没法公用的 而把它写到模型中 是有可能说 能做到公用的 这个部分 那针对模型的操作 咱们有80%是数据库的操作 80%是数据库的操作 那有百分之 这当然不是一个分你做什么项目 我只是大概举一个例子 有20%呢 是非数据库的操作 那对于咱框架呢 就将这两类呢 去划分一下 这百分之80%的 跟数据库有关的操作 那咱们就需要在咱们的框架里边 比如在那框架里边 不管是前台要后台也好 你需要把它写到什么 写到模型层中 写到model里边去 因为在这里边写的类 都要跟数据库操作有关的 如果那20%跟数据库没操作 没关的 也是处理一些业务的 一些业务的处理的一个过程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一个应用类 应用类呢 我们就需要将代码放到这个里边 放到这里边生命一个类 这里边放的类呢 都是跟数据库操作没有关系的 所以大家要分清楚 在模型里边 并不是说对数据库的增判改查 就属于模型 数据库增判改查 只是说模型中 咱们最主要的一个操作过程 而在这80%中 又有80% 咱们框架就能帮你完成 再有80% 咱们在框架的负类就能帮你完成 所以有的时候 咱们自己不用写模型 你要用 只用到这个80%的话 那只用到这个80% 你只需要在控制器层 调模型层的负类就可以搞定了 根本不用声明一个模型类 有20% 比如说负类没完成的 需要你自己定义的话 那你在这话 咱去定义 所以呢 一个模型 咱们可以把它看成是 80%跟数据库有关的操作 而数据库操作呢 负类又能帮你完成80% 20%你自己去扩展 然后呢 其他的就属于实体类功能 还占20% 那所以说 这就是咱们模型层的一些概念 大家最不好分的是 将控制器和模型去分开 这个呢是很难分的 你要能保证控制器中的流程 是完全清晰的步骤 那你就能做到很好的分离 那如果你偷懒的话 在这里边写一些私有方法 那一样能完成这里控制器的一些 步骤的一些处理 但是私有方法是不在控制器里做的 是在这里边去做的 在控制器里边尽量不要写实体操作的东西 也不要写输出试图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工作流的步骤 那就成为业务流程 而模型呢 就是业务流程的处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的模型的介绍 原来我们用的CHM手册 这里边我又给你转了一个 PDF的手册 我们来看一下 应用模型 我们来看一下 应用模型 在这儿了 模型就是业务流程状态的处理 是业务流程的处理 业务流程是西层写的 处理是是Model写的 看好了 业务流程处理业务规则的一些规定 那我业务流程的处理的过程 对其他论者是黑箱操作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在这里边 处理的一个过程 对控制器来说 或者对其他论者是一个黑横操作 比如说这里边写了一个方法 你只要知道调用这方法是给它传什么 它给你反为什么值就够了 这里边怎么执行的 你不用去具体的去研究 所以对外层调用者来说 它是一个黑核操作 你不用了解这里边的具体的处理过程 它能帮你干活就可以了 这就是模型层 咱们需要写的东西 是对控制器层的一些处理 那比如说这里边 我们现在 刚才说的 有几个步骤 第一步 比如说 下楼 第二步 掏钱 拿钱 第三步 比如说 拿钱买水的过程 取水 第四步 回来 这就是一个业务流程 那这里边我就这四步 就感觉很清晰 但是如果拿钱 你 它有五步组成的 你如果都写在这里边 比如拿钱的过程 你把代码都写在这里边 比如说 这里边 第一个过程 干嘛 是 比如说 掏钱包 拿钱包 拿钱包 第二步 取钱 第三步 比如说 数钱 第四步 比如说 给钱 等等等等 然后 第五步 什么 找零 那假如说 由这几步组成的 那如果把这五步掏钱的过程 也往扣扔器里放 不是不行 你要不分层的话 是可以的 但是都放在这里边 你可以想象一下 那我们一个人如果想读总 读懂这个工作流的话 他需要多读五条代码 如果取水的过程 再有五步来完成的话 你这会儿也得五条代码 那整个流程就会怎么的 就会乱 而且这条代码 这个代码还不能被公用 那如果把这条代码 往这边移 放到这个里边来 给它启成一个接口 一个名称 那我只需要拿钱 这个步 是调用这个五步的代码 拿过来的 那这样 读业务流的时候 只需要看到拿钱就行了 怎么拿的 不用去管 在模型里边写好的 但是你要是为了拖揽的话 就可以在这里边写 所以说这是两层分不清的原因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 业务流程处理过程 对加上是黑盒操作 也就是拿钱的过程 你不用说让别人知道 对吧 你只知道拿钱 给他什么 多少钱告诉他 他把多少钱给你拿回来 就完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对外来说 是一个黑盒操作 那模型的 接受控制器请求的数据 并返回最终的处理结果 这就是模型 模型的设计 可以说对MC是最主要的核心 那在普通PAP中 模型类是内置的DB类 该类完成了基本的数据库 资料改查 咱刚才说了 在模型里边 有80%是对数据库的操作 也就是数据库的一些映射 还有20%跟数据库没关系的 那也是一个具体的处理 那比如这个拿钱 不从数据库取 假如说从别的这边去 那有可能说 你把它放到咱们框架里边的 class目录下 这个下面就行了 跟数据库没关系的 跟数据库有关系的 才往模型目录下去写 这一定要分清楚 也就是在模型里边 我这里边重点介绍模型 都是介绍数据库的负利资料改查 而自己扩展的那个 只是一个一小部分 这就是模型 那看一下咱们这个 模型的一些特点 那数据库操作接口的一个特点 也就是 咱们这里边 我现在说的这个 模型的特点指的是 刚才点了一下 指的就是那个模型中负类中 也就是自己在不做任何模型的时候 框架里边已经给我们提供好 模型的一些特性 你看 编写程序的业务逻辑 最频繁的地方 就是对不同数据表的 反复的编写 那执行及处理 色口语制资料改查 这就是反复执行的东西 降低网站性能的最大的开修 在程中也是大量的色口语制查询 攻击网站最常见的方式 也是色口注入 所以呢 咱们附类帮已经写好那部分 那你就不用考虑什么 不用考虑 执行复杂 就反复写增长改查的问题 也不用考虑 也不用考虑什么 别人攻击安全性的东西 也不用考虑效率的东西 既然附类已经一些好的 安全的效率的 还有什么 简单性都已经帮你写完了 所以呢 在普通比框架中 都已经解决了这问题 那系统模型的激烈呢 一些基本操作是这样 也就是附类给我们提供的模型中附类 就不用你定义那部分给我们提供的特性 包括下面的几个 比如第一个 重用性 写模型的目的就是为了重用性 比如说插入数据 一个数组拿过来 往数据库放 需要比如说20条代码 那你经常在程序里边有插入数据的过程 那在20条代码你反复写吗 那有可能说成员最不要干的活就是天天觉得啊 我反复写增上改查 重复的东西 如果你把这个插入的20条代码做成一个接口 假如说放到模型里边去 每次插入数据只要提供一个数组 那这个接口自动就帮我们插入的数据库 那你还用反复写那2条代码吗 或者说我们从数据库里边查询数据 比如需要10条代码 那你每次从数据库查都需要写10条代码 也是很繁琐的 所以呢 只要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接口 提供说我想查什么 那这10条代码都固定的 可以反复重用的 这就是可重用性 基本上所有的框架都提供这个 模型都是提供这个功能 重用性也是最主要的 你看博物批评内置了抽象数据库的访问层 把不同数据库操作封起来 而使用统一接口 只需要对公共的DB类进行思考操作 那无需针对不同的表 重复写代码和底层的实现 就刚才举的例子 插入数据库不管插入哪个表 那都需要二条代码 那你把它做成一个接口 那只要一调用就行了 所以成员不用再去抱怨说 反复写增判改查那些步骤 而你在不用框架的时候 如果自己写 那你必须得写那二条代码 咱假设是二条代码 另外 咱们框架里边提供了一个高性 为什么说框架里边 色合语句是高效性呢 有好多人这么认为 说我用框架 框架里边是用字幕串的方式 帮我组成组合证的色合语句之性 而我自己直接写色合语句 就不用程序帮我组合了 那有可能说效率更高 其实呢 电脑处理字幕串这个过程 不是太消耗CPU了 根本不用考虑 如果你有考虑到所有东西都手写的话 你的项目进度肯定很慢 如果用框架的话 一条代码和二条代码相比的话 你可以想象一下 肯定是开发速度极快 而效率呢 CPU处理这过程也是很快的 所以这部分组合字幕串的过程 并不用考虑效率的 而主要是执行的过程 是色合语句需要考虑效率的问题 比如插询 表里边有一条记录 你从里边插询 那需要很长时间 要解决这个效率的问题 而不是说咱们用程序 组合出来一条语句的效率问题 你看一下 为什么说咱们框架的 执行色合语句的效率高 因为在咱们框架中 所有的色合语句 都使用预处理的方式去执行的 也就是预处理的 咱们前面在PDO 和前面的买CKI的一些过程中 咱们已经重点介绍过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先把一条语句 先放到服务器团准备好 后期呢 需要什么数据 再传数据就可以了 这样效率是非常高的 那为什么说 放到服务器团 先准备好的效率高呢 不然的话 比如说连续插入100条语句 那你每次都得写一条语句 那每条语句服务器团都需要重新编译 然后再执行 而你准备好的语句呢 是先放在一条语句 放在准备好 那只编一次 后期只要给值 他都能用这条语句 把数据往数据库插入 当然了 就算连续 不连续的话 这种准备好的语句 也会比单独执行语句的话 效率要高 你看 使用PDO或者买CKI里边 前面介绍过的 准备好语句和执行的 两个方法去执行的 比直接使用QIY这个方法要高的多 另外呢 最主要在批评中 所有的查询结果 咱们都用mime开始缓存了 缓存的原则是这样的 如果动态数据 获取了一次 那第二次再去获取的时候 就原则上就应该从缓存里边去拿去 而不要再去连接数据库和 执行色课语句 所以咱们这里边自动 如果你后边咱们有缓存的时候 会重点介绍 如果你开启mime开始的话 所有执行过的语句 查询过的语句 只要是结果查出来的 在数据表没有变化的情况下 就会从内存里去取 而不再连接数据库和到表里去查了 这能大大提高效率 但是一旦你表里边数据发生变化 那咱们想获取最新的数据 表一旦变化 你再去就从表里边去取 取完之后表没变化 就从内存去取 这就是咱们框架的一个原则 所以处理查询数据是非常快的 只需要数据不变的情况下查询一次 看一下 这块从mime开始查询 这样可以大大提高网站的一些性能 如果有执行对表影响的色合语句 会清除表的缓存 所以还可以达到动态更新的效果 这就是咱们框架给你提供的高效性的一个模型的一个特点 因为咱们说了 模型是执行效率要处理的一些核心 所以必须考虑到安全性 效率性和可重用性 这些那下面其他的介绍 比如安全性 咱说了 网站的最常见的那些小黑客的攻击方式 都是使用CQ注入 而CQ注入呢 如果咱们用过程化开发项目那种 你要想防好CQ注入 是非常麻烦的 你需要在什么 在每个用户get和pose输入的地方 将单眼号双眼号转移 将空格去掉 将一些注视代码去掉 非常的繁琐 而且呢 有的时候呢 还不一定防得住 那咱们对框架呢 所有的东西都是用PDO和买次开中的 预处理的方式 使用问号参数的方式 那问号参数呢 前面咱们的PDO重点介绍过 这里就不多说了 那问号参数有什么好处 就是还是跟前面的准备好 与就是一致的 先将一条与就是放到服务器团准备好 但是呢 用问号代表值 因为还不知道穿什么值呢 用问号把值代代替好 就站位好 然后后期 用户输入的东西 再把问号给补上值 所以呢 这条语句就不会说 组合后再重新编译 形成一个新的语句 而语句先发动服务器是固定的 用户输入什么东西都会当值 而不会再重新组合这条色格语句 所以呢 基本上 使用预处理的方式 不会有色格读入的可能 这就是预处理会自动防止色格读入 这也能提高网站的很大的一部分安全性 那咱们框架呢 完全采用预处理的方式去处理 预处理方式去做的 所以呢 色格读入的东西是不可能进入进去的 你完全可以把色格读入给屏蔽掉 所以说咱们安全性也能达到 那简易性 这是咱们写的框架费时最多的 也就是在咱们框架中 最主要的提倡的就是什么 操作又极其简单 也就是用户以能想到的方式 最简单的方式去调用 稍稍复杂 我都通过一些算法 把它变成了最简单的操作 所以用咱们框架和别的框架比 那操作是十分简单的 也就是你在对数据库PDO和买CKL 其他的都不了解的情况下 直接学咱们框架就可以对数据库操作了 而且你对色格语句不了解的情况下 也都可以对框架进行操作 所以呢 你学咱们框架 你可以不用去了解数据库的色格语句 当然了最好了解 当然是更好的 所以简单性呢 也做到了极致 你看 作为自定model类实现统一的内置的 第一来创建对象 简化了model类创建对象的过程 所有色格语查语都采用连贯的操作方式 以及使用系统中内置的方法 就可以以最简单的方式完成对数据表的操作 这就是简易性 后边呢 咱们在写应用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得到 扩展性 咱们说了 负类只能帮我们完成 像不能帮我们完成 咱们你项目中百分之百的数据库的操作 但是呢 最少能帮你完成百分之八十的操作 那 有一些负类中没完成的 那你就需要在负类的基础上扩展一些功能 所以你可以任意写扩展类 只要在它model目录下 你只要写就可以了 所以 可以很容易扩展 而且继承关系呢 都简单明了 很很容易就是呃 完成咱们的扩展 这是扩展性 那维护性呢 那就更简单了 维护 你看框架中所有的色课语句呢 都是汇总到一个地方去操作 使用统一的处理方式 比如说你用过程化项目到处有色课语句 那你的领导说啊 你把所有色课语句都打印出来 我看看有没有一些慢查询呢 或者是有些需要优化的东西 如果你零散到写到每个地方的色课语句 你想把它统一打印出来 那很麻烦 但是用咱们框架 你只要在一个地方一个echo 那所有的色课语句都能打印出来 因为它所有的色课语句都汇总到一个地方执行 这就可以大大提高model类的一个什么可维护性 这就是咱们框架model的特点 但是这个model指的可是负类中 model中的负类完成的80%中的这个80% 当然有20%需要你扩展 还有百分之另外20%不是跟数据库操作有关的 也是一些model 那你就是一些基于功能的一些类去处理的 这比如说框架扩展 那看一下我们先简单的应用一下 比如说我在mycycle这块 -uroot-p123456 用户名是root密码是这个 那这里边假如说有一个数据库 叫做细说PRP的库 好我进来 你看斜杆S开始状态 这库是细说PRP库 看一下里边有什么表 这里边有细说前缀的这么多表 咱们select随便看一个 from比如说细说 下边的优色表 看一下 这里边有这么多数据 里边的有的字段是ID 名字年龄性别email 有这么多字段 那DSC再看一下 细说下方线 这细说是前缀优色表 看一下 有这么多主件是增长的 那现在我只要 程序里边 你看我怎么简单写就可以啊 比如说不管在前台还是在后台 比如在后台吧 空中器里边 youser里边 咱们不管上节课写什么东西 我把它都去掉 看一下 只要在这里边 我用 d 当然这也会重点的讲 写上一个user 必须传一个表名的 当然不用加前缀的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创建这个数据表的对象 通过这个数据表里边 select 我就可以把整个表的数据 全查询出来 比如说 查询出来的数据 我给$d 那我可以用 $z里边的 asi 把它怎么的 把数据 $d 分配给摩板 那然后 $z里边的 display 在摩板里边 我只要一个便利查询 那这块就是返回 就是一个r数组 我可以在这看一下 这个r数组的格式 $d 用p打印一下 那这两个呢 我可以把它关掉 看一下啊 我现在访问一下这个 一条代码 就能在流程里边 比如说 在流程里边说 有一个 步骤是取数据 你就不用写反复的 十条代码了 就一条代码 就是取数据 就能把工作流程 总结成 每个步骤 总结成一句话 一句话 就让他用一条代码完成 这就是流程 lockhost 比如说 信息说 peerp中的 admin下边的 .peerp下边的 user index 我没连接数据库呢 你看我得怎么办 看一下怎么连接数据库 在这配置文件里边 刚才没连接数据库 你看到了 当然出现那个警号是 新号是咱们上解课 做实验的时候 遗留下来的 把配置文件打开 这里边要写主机 lockhost的用名 这个密码是123456 然后呢 数据库名 咱们是细说peerp 表前缀呢 咱们叫做细说下滑线 只要改这几个值就行了 配置 那所有的地方都不用连接数据库了 只在这个地方去写 那你看一下 我现在再刷新一下 好 整个表的数据全出来了 看一下 它执行的就是这条语句 下面的调整模式中 有4K语句查看 表结构都有了 那这过程 那有的时候我写model 我没写model 你这怎么能是model呢 你看 D就是创建model下边的对象 model下没有的话 就是借助于负类来完成 这是写在是负类的那80%的 咱说那个操作里边 并没有建model 就能帮我们完成 那有那20%完成不了的 你才需要建model 这就是咱们这块需要介绍的 那你看一下这块又说了 什么叫切换数据库的驱动呢 你看一下这个调试模式 我这块用的是PDO来帮我完成的 如果我现在需要用到MySQL 帮我们也获取同样的数据 那我只需要在这块 看到这PDO了吗 改成MySQL 就可以了 如果你需要过程化的 过程化的那个MySQL 那个处理方式 这里边咱们也提供 因为那里边很难运用到预处理 没给你写那个接口 因为这里边强调的 就尽量你用PDO和MySQL 因为那个东西已经过时了 效率上和安全性都不如MySQL和PDO 那你干嘛还去用它 所以咱们框架里边就没提供那种方式 但是有一些老的环境 魅装这两个都还需要那个的话 你只要仿PDO的类和MySQL类 自己定一下就可以了 你看 当然了 我最好改完之后又想用 因为把原来的表的东西都缓存了 我最好把这个缓存文件删一下 当然这是咱上次实验间的万点目录啊 然后 你再看一下 我再刷新 同样可以获取数据 但是我这块使用的是MySQL的技术获取的 这就是切换数据库的驱动 只需要我在这块 我是在配置文件里边 把PDO换成MySQL 就可以把整个数据库切换过去 这就是 咱们数据库 切换 数据库切换这块 你看PDO支持 这比如PSP支持MySQL PDO两种连接方式驱动 并且呢 都是使用他们的预处理方式来处理Sircle语句 这样不仅效率高 而且能防止Sircle注入 那默认是使用 这就不看了 刚才拿过去 他又串行了 这样 默认使用PDO的连接方式 也是推荐的方式 那除了可以连接MySQL数据外 PDO还可以连接其他的方式 那如果PDO请连接其他的数据库的方式 那 只要是连接其他数据库 你只要在这块写上 用的是PDO 然后 把DSN开启 你里边比如说Oracle 那你就OCI的一些驱动 DSN 把DSN改成 DSN里包含了主机信息和库信息 所以下边 你所需要的主机信息 和库信息 你就可以注视掉 你不注视掉 他也用不到了 因为有DSN他就不找这两个去用 有这也就不找 比如说这块还是连接MySQL 我这块还是连接 细说 PSPD库 你看我只要在这改 那这两个就不需要了 这两个就不需要了 也是一样的效果 当然了 我现在改回PDO了 我要把Rintime处理一下 因为它就是一个缓存 所有都是临时东西 你在开发阶段要不断删一下那个东西 你看还是用到PDO 下面效果都是一样的 那既然是用到PDO 你只要换一下驱动 就可以换成不同的数据库的连接 如果你就连接MySQL的话 可以不用驱动 用这个是一样的效果 你看 这样的 如果就连接MySQL的话 这还方便一些 所以说 只要切换一下驱动 从PDO切换到MySQL 或者MySQL切换PDO 你只需要在配置文件中 把这块改一下就可以了 这块改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原则是改完之后 最好删一下缓存文件 不然那在缓存文件中 它还是用PDO或者MySQL去处理的 另外在某种类中 如果能正常连接数据库 除了在配置文件中 设置上例的一些选择数据库的方式 还需要在配置文件中 连接数据库用户和密码 那连接用户密码 刚才咱们在配置文件已设置过 主机用户密码 你看 如果选择PDO来连接数据库 还可以使用DSN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连接其他的数据库方式 DSN 只要把这条文件改了就行 如果设置DSN 则不需要 配置文件就不需要主机和 地面内部两个选项了 因为在DSN中呢 咱们已经设置了 好吧 那这节课呢 咱们就介绍到这里 这节课咱们主要介绍了 主要就介绍了 不是PEARP中 模型的一些特点 和 其他的在没有多少介绍了 那下节课呢 咱们主要看一下 如何声明和实力化 Model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 人生自古 随无死 来生再学 PAP 孙当作人爵 死 一学 PAP 垂死兵重 金座起 今天还要学 PAP 少壮 不学 PAP 老大 头上背 洛阳亲友 如相问 就说我在学 PHP 穿远 穿远 不觉晓 处处 学 PAP 在天愿做 比 在天愿学 学 西修 PAP 祝你寻他 千百度 不然回首 那人正在学 PAP CK 换 乱 看 小 按 词 是 接 词 不是 听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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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